那是有一些 就是上港計程車的一些事 然後我們都有今天問到一些 戀情報 保鮮的情緒 我以為想說計程車什麼事 想說什麼 很猶豫 很猶豫這樣子 很繞 我覺得就是 講一下 暗情保鮮的秘訣 我 我覺得是互相信任吧 因為對方也很成熟 所以也不太需要我一直 就是甜蜜的 可是你們這樣遠距離的話 一樣也是會每天講電話 有時候工作太晚就不會 但彼此都能體諒啊 就做這一行 對啊 不太會查情啊 或是問現在在幹嘛這樣子 問幹嘛會啊 但是不會查情啊 反過來女生比較擔心 也不會 顏值那麼高 她會不會給你領眼鏡 她是 她沒有欸 真的嗎 對 沒有 所以她很放心 嗯 對 她也沒有特別擔心 對啊 還是她需要擔心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她還很乖 對 我很乖 我會教我的 真的喔 我們看到她上 上個月底有初期的活動說 你們改進是不是沒有時差 好像剛好這次歌 你也有唱到這次那一句歌 對 那就是 偷放閃的概念嗎 你有剛好 欸 這麼剛好 對啊 她說你好像廣東話 比較 學得比較快 很難欸 長太多囉 長太多 因為我是沒有在學啦 就我覺得 很難 那如果她講聽不懂怎麼辦 就比如說她跟她朋友聊天 那你沒有辦法加入 其實我也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那OK啊 完全OK 真的 樂 謝謝呢 小姐 我看到 我看到 小姐 我看到 這有什麼 都很難 因為